港星陈百祥深圳应讯 遗射非法吸金18亿 61岁港星陈百祥和周星驰演出的陆顶记 让影迷津津乐道 但他昨天清传现身中国深圳市公安局 据了解陈百祥因与18亿吸金案有关 深圳经济犯罪侦察局门口聚集50多名受害者 身穿写着严惩骗子等字样的T恤 手辞抗议布条 高喊陈百祥出来 还我们欠了五年的血汗钱 媒体报导 陈百祥于2007年到2008年间 卷入中国湖南首富 吴智昭开设的中国神州公司吸金案 这家公司疑似在香港借壳上市 贩卖未上市股票 非法筹集资金达18亿台币 陈百祥是这家公司的主席 还曾以明星身份吸引筹集资金 很多人因为他而投资 吴智昭被捕时 陈百祥说自己是诈骗案最大受害者 但很多中国受害者认为陈百祥是骗子 昨天深圳公安局证实陈百祥以涉案人身份前往应讯 但没透露他涉及河岸 而陈百祥所属的香港TVB 则表示暂不方便回应 东新闻综合报导